女人妈撒着男孩猴姐 十三还是十四啊 十四了 和女人睡过觉没有啊 睡过 睡过 和谁啊 小时候和我妈 女人文年笑得张扬得意 晚上便把男孩带回了家里 小金宝是上海滩的歌舞皇后 风情万种的表演 让无数人败倒在十六群下 假正经 假正经 你的眼睛早已经 流过来 流过去 偷偷摸摸地看不清 可没有一人敢做出格的事 只因他背后的靠山 是上海滩黑帮老大唐老爷 他对付唐老爷也有手段急了 唐老爷着急出门去 他还赖在他怀里撒娇 你不是人是个妖精 我都那么长时间没陪老爷了 别着急宝贝 气气就来 听着唐老爷的甜言蜜语 他反而白了脸色 要唐老爷把戒指都留下来给他 不然就给了别的女人 唐老爷一听 就忙不迭地把戒指送给他 但其实小金宝并不只是在撒娇 他很清楚自己的地位 唐老爷常说 女人再大的事不过是小事 兄弟再小的事都是大事 他只是老爷身边的一只金丝鹊而已 他这么做只不过是 为了今后积攒资本 可就这么精明的女人 晚上就叫唐家的人带男孩进他家 原来男孩水生是专门带来服侍他的 他也姓唐 而唐老爷只相信宗族自家人 专门让他的远房亲戚六叔从乡下带来 他一来到上海 就跟随六叔去交易手下人 砰砰几枪就给出来炸到的水生 摇眼了一个黑吃黑 水生看到活生生的人倒下 吓得直发愣 简单安顿后 水生跟着六叔来到歌舞厅 告诉他小金宝就是他之后要伺候的主子 女人调戏了他一番后 想看看他有怎样的能耐 掏出个打火机 让他给自己点烟 可乡下来的孩子哪见过这个 拿在手里不知所措 唐六在身后干着急 却连个屁都不敢放 小金宝亲自示范了一遍 可水生却依旧不会用 唐六急忙划着火柴 小心翼翼地伺候着 可他却白眼一番 一直冷漠地等着 直到唐六烧了手指 他才不屑地把烟一扔 回到了唐府 而六叔带着水生跟在他后面 小心翼翼地叫水生规矩 帽子得用手脱着 右手是衣服 左手是帽子 这可是规矩 他说了一路的规矩 才终于走进了那堂 等给小姐关好了房门 他又跟水生唠叨起来 看着 小姐一进屋 你就紧靠这个门边 站在这里守着 这里有很多的椅子 你不能坐 哪一把也不是你坐的 你得站在这 等着 还不能打瞌睡 可就算六叔苦口婆心 水生这傻小子 还是平平犯错 宋哥犯不懂得敲门 直愣愣地往窝室走 还撞碎了小姐屋里的镜子 被小金宝撵出来罚站 又靠着门呼呼地睡着了 一来二去的 金宝愈发地嫌弃水生 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 既然是小跟班 自然要跟着金宝 住进他的小洋楼 他没好气地让水生 只有他在卧室摇灵时 水生才得到小金宝面前 可是当天晚上 等羊楼里的人都入睡了 金宝捏手捏脚地出来 锁上了所有进出的房门 独独给大门留了条缝 然后回到房间 涂上口红 换上明黄色的吊带 沉醉在一副千娇百昧的模样中 这时 房门被一个光着脚的男人打开了 竟然是唐老爷的二把手宋二爷 宋二爷仪表堂堂 和上年级的唐老爷迥然不同 金宝看着他眼里满是少女的欢喜 两人在床上嬉闹 度过了快活的一晚上 第二天 小金宝表演时更加艳光四舍 把台下的男人看直了眼睛 可他不知道正是这样给自己带来了灾火 你见过这样的巩俐吗 成了上海滩的歌舞头牌 在舞台上大跳艳舞 台下的油腻老男人看直了眼 一旁的黑帮老大唐老爷 看出了他心思 低声在于胖子的耳边 不知说了什么 二人发出恶狼般的笑声 当天夜里他愤怒地乱走东西 发泄情绪一通后 他无力地倒在床上嚎啕大哭 刚刚他竟然被包养他的唐老爷 转手送给了于胖子过夜 外表看起来风风光光的他 却如此的身不由己 不知道自己会被多恶心的人玷污 从那以后 他的脸上再也没了笑容 唐老爷和于胖子的关系 倒是越来越好 今天又是小金宝的表演 唐老爷约了于胖子一起观赏 两人却不见踪影 突然楼下传来一阵打斗声 水声赶紧下楼查看 门外人影闪动 还伴随着汽车的朋友 水声发现一把带血的短刀 他沿着地上的血迹来到澡堂 一片血红映入眼帘 直到推开浴室 才看到了血腥的一幕 满地的尸体中 六叔瞪大的双眼早就一命呜呼 水声正要在喊 突然被捂住了嘴巴 那人不由分说 直接把他带离了现场 老爷腹部中刀 颤巍巍地走到水声面前 是于胖子干的 你六叔替我挡了刀子 记住 以六叔的眼睛还没闭上呢 水声虽然害怕 却也听出了老爷的言外之意 六叔被人杀了 老爷让他替六叔报仇 当天晚上 熟睡中的水声突然被事业暗住 对方示意他不要出声 将他和小金宝带上了车 接着又换走水路 原来他们要去一座孤岛赞避风头 唐老爷这次疑心极重 连最看重的老二老三两兄弟都没告诉 还说如果水走漏了风声 就格杀勿论 这就是上海滩的风云诡诀 前一秒歌舞升平 即使是黑帮的幕后大佬也不一样 他们来到的这座岛上只有一名寡妇 名叫翠花以及他的女儿阿娇 母女俩就要负责一行人 在此期间的饮食 尽管如此 他们仍然保持着警惕 每次送给唐老爷的饭菜 都要让阿娇试毒 而这段时间唐老爷会闭关养伤 连小金宝都见不到一面 这让女人无聊极了 想惯了荣华富贵的他奶奶得了寂寞 于是经常去找翠花嫂聊天 他到门前听到了动静 趴在翠花嫂房门前偷看 正巧碰到翠花嫂和别的男人缠绵 他索性敲开门调侃气翠花嫂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事情第二天就传到了老爷耳边 而他还扮作农妇的模样 杏刀采烈的到水边和水声 阿娇闲聊 阿娇唱起了童谣 没想到金宝也跟着唱起来 三人闹在一起 谁能想到这个唱童谣的农妇 竟在两天前 还是叱咤大上海的歌舞皇后呢 可他一转眼笑容就凝固了 水面上竟飘着一具尸体 这个烈焰红唇的农妇 对着两个小孩搔手弄姿 可他一转眼却笑不出了 水面上竟然漂浮着一具尸体 给自己的小跟班水声一把银元 让他赶紧离开 金宝是黑帮大佬唐老爷的女人 他看出尸体是岛上居民翠花嫂的相好 没想到唐老爷如此心狠手辣 连普通人都轻易地杀了 知道很快会有大事发生 夜里 金宝在翠花的草屋里待了一整晚 提出让翠花嫂和小阿娇 跟随自己去上海 还要帮翠花嫂说 没疯疯光光把她嫁出去 可翠花对纸醉金迷的大上海 没有一丝向往 只想留在小乡村和小阿娇频繁度日 临走前 金宝只好嘱咐翠花有事情就找她 她没告诉翠花男人的死 只希望她心里头还能有个念想 可她没想到 自己想要保护他人的举动在唐老爷面前 不过是唐碧当车 说小阿娇像急了金宝小时候 小金宝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 唐老爷的花言巧语 跟小时唐老爷把她从乡下带走的样子一模一样 她眼睁睁看着一个小女孩 就要落入男人的魔爪却无可奈何 在晚上 水生聊起了自己的心事 原来小时候的金宝也是个农村人 她的家门口有棵桑树 人们常说家门口有桑树会出贵人 可她哪里算什么贵人 她自嘲的香巴老小金宝 她看着现在和她一样 举目无亲的水生 劝她赶紧离开上海 回到乡下过平静的日子 水生却说 我要在上海给六叔报仇 老爷跟我说 六叔的眼还没闭上 金宝无可奈何 他知道更大的风浪还在后面 他帮不了别人 更帮不了自己 他们这些小人物都是唐老爷手下的棋子 只能像扶贫一般随水漂泊 到了第二天 水生因为受寒闹肚子 在远处的芦苇丛里方便 却听到了有人密谋的声音 仔细一听 原来是宋二要杀小金宝 一听这话 水生立刻飞奔回去 他推开房门 小姐 有人要杀你 唐老爷叫水生到跟前询问情况 再说到幕后主使是磕磕巴巴 在老爷的鼓励下 水生将目光看向宋二爷 可老爷丝毫没有惊讶 他也不装了 直接摊牌 原来他早就知道 宋二爷长了反骨 他和于胖子什么时候勾结在一起 和小金宝约了多少次会 唐老爷都了如指掌 其实他这次上岛 不只是想杀了小金宝 更是想让老爷取而代之 可他却不知道 老爷之所以躲在这个小岛就是 就连老爷身上的刀伤 也无非是个骗局 小金宝听着这些不由的心惊肉跳 他没想到宋二的款款申请 竟只是逢场作戏 可久经封月的他还是相信了 傻傻地等着之后的好日子 看着恼羞成怒的宋二 小金宝的心瞬间死透 笑得格外猖狂 当天晚上唐老爷让人挖好大坑 把宋二埋了进去 小金宝也逃不过被活埋的命运 可心死后的他十分平静 唐老爷询问他 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 小金宝说自己只有最后一个心愿 放过翠花和阿娇二人 然而唐老爷却告诉他 翠花嫂已经被解决了 而小阿娇他要带回上海 培养成下一个小金宝 被玩弄得金宝彻底疯狂了 他扑向唐老爷 大喊着我杀了你 死也要拉上唐老爷一起 可很快被一群人死死按住 远处的水生 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想救金宝 但他同样也改变不了结局 当船帆再次扬起 唐老爷的船 又重新驶向那个 人人都向往的大上海 唐老爷对阿娇说着上海的繁华 天真的阿娇还梦想着漂亮衣服 就像十年前的小金宝 而水生被倒挂在了船杆上 随着他的挣扎 当初金宝送给他的几个大洋 一个接一个地掉落水中 再无踪迹 好似那个曾经风靡一时的歌舞皇后 从来不曾来过